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学界花石频道 我是Eve 今天我们就会讲讲关于 Placement Year 什么叫Placement Year 亦都对大家的工作 或者之后的学习生涯有没有用呢 我们今天就会探讨一下 如果大家对我们这类星学的资讯有兴趣 记得按一下小钟 就会即时收到通知 Placement Year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的课程 它通常会在大学的本科 undergrad出现 令到一个三年课程变成四年课程 因为你要用其中的一年课程 出去做一些工作实习 有一些工作是必须要做Placement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医科 例如医生要在医院做Placement 牙医 瘦医 或者是Physiotherapy 都需要的 不过近年我见到很多 譬如双科的科目 例如International Marketing 都有Placement Year可以选择 究竟学生看到三年和四年的 Placement Year课程应该怎样选择呢 第一件事我就会推荐大家 看一看大学他们对Placement Year的帮助 有一些大学是会帮学生 去找公司去完成这个Placement Year的 亦都有大学是完全不提供任何帮助 只不过是教大家写一下CV 去找这个Placement Year的 所以第一件事如果大家是选择 是不是读一个Placement Year的时候 就要看大学对这个Placement Year的帮助 第二就是要看学生的定性 始终由一个三年变了四年的课程 是需要大家的耐心 看着其他人快点毕业 那你究竟是否想真的四年内毕业 亦都有很多学生做完一个Placement Year之后 其实他们是会心散的 那我就会建议如果你是想快点读完书 或者你是比较心散的人 我就建议你不要做这个Placement Year 究竟Placement Year对运工有没有好处 如果有两份CV 一个是有Placement Year 而一位是完全没有工作经验 当然我是会选一个有Placement Year的学生 因为他们是真的有一个一年的工作经验 不过如果大家好好利用你三年的时间 利用假期尤其是暑假去做多些工作经验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经验吸收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希望以上的资讯可以帮到你 如果有问题就记得留言 下一集我们就会继续讲关于英国大学的话题 下一集见